观众朋友你好 欢迎收看今天的非凡大探索 我是刘祝华 又到了我们严选出城市美食一日假套套的单元 今天带您到花莲 来到花莲第一站 千万不能错过这条由小笼包街之称的公正街 整条公正街上面有两家人气相当旺的小笼包店跟真脚店 两家通是24小时营业 这家真脚店的一个秘密武器是老板自制的高汤洞 这高汤洞可是让每一个真脚吃起来皮薄汤多 而且一颗才卖三块钱 而就在隔壁滩是文明全台的小笼包店 光是个儿头比一般大小大上了一倍之多 而且皮吃起来相当的Q软 一颗五块钱天天大排长笼 每年到花莲观光的人潮有将近一千两百万人次 除了好山好水好风景外 琳琅满目的小区 更是吸筋和吸筋的焦点 而花莲名气最响亮的小吃 就是花莲公正街上和便利商店一样 一天一夜24小时的真脚和小笼包店 巧的是他们卖的东西竟然一模一样 还就开在隔壁 但却有各自的人气首选 巷子里头的这间面点是在地的创始店 真脚经营剔透 皮Q线多 一颗才三块钱 而隔壁的小笼包店可是观光客的最爱 热乎乎的小笼包 超级烹饰 略淡甜味 内线更是有满满汤汁 两家避临而居 振口激烈各有支持者 其中最老牌的这家真脚经营了三十多年 是在地人记忆里的好味道 这间比较久 这间是老店 真脚不错 我吃了 我也吃了两生 这家吃了大概十几年了 那觉得这家口味比较清淡 然后蛮可口的 然后如果吃比较多的话 也不会觉得很腻 这家让在地人竖起大拇指称赞的老店 三十年前是从棋楼的小摊饭起家 对刚开始是在走廊 就是北平均这样子 走廊上而已 就这样子 这个房子盖了 六十八年盖好才搬进来这样子 个性活泼开朗的老板娘张克齐 是店里的灵魂宣户 尽管交放给第二代 她依然常常到店里情绪 最品质严格把关 三十多年下来 她已经查了任你的火烧台 我说周妈妈 你怎么不到台中去开一间 有的时候台北开一间 然后你开一间 我说没有办法 会很滑速 我都没办法 就是这样 她说我们一回来就要来吃 都会响 真的 这样子 让人念念不忘的蒸饺 每个步骤都是关键 肉馅的部分得选用 当天温体猪后腿肉 而秘密武器则是这一大锅 入白色的高糖冻 而包蒸饺的步骤 得掌握一压二包的原则 蒸饺吃起来才能比保鲜多 鲜的部分有一个秘诀 就是你放鲜子的时候 你要稍微压 往下压 含在里面 这样现在才会在里面 才会很扎实 才会有多肉的感觉 一压一捏中 仿佛穿着花裙的蒸饺 一个一个在蒸笼中 占得直挺挺 经过热气洗礼后 蒸饺经营剔透 一剥开 从香肉香 扑鼻而来 一直就让人赞不绝口 皮蛮薄的 然后线又很多 那一笼整笼有十颗才三十块也很便宜 对 还不错 而隔壁这一家小笼包店门口远远就可以看到 用小笼包排成金字塔状的奇景 这里可是观光客的最爱 这下个 就是它那个皮超好吃的 然后那个肉就很新鲜这样吃得出来 然后一咬下去那汁就喷出来 那种感觉很爽 一点可以热卖上千颗的小笼包 一个才卖五块钱 瞧它白皙碰培的外表下 里头肉馅带点甜味 还有满满汤汁 让人越吃越爽脆 连小男孩都忍不住 一口接着一口 第二代老板黄龙恩说 得用老面面皮弹性才会好 我们这个面粉身是用老面去发面 然后再加上一些糖跟水 然后去搅拌机里面打 而擀面皮一定得圆形厚 远周薄 彩包的去耐建 擀皮我们要擀到说 它的表皮中间是有一点 突出来的山丘形状 然后外面的皮 外围这层皮要薄 因为我们这样子中间有一层的话 我们在包肉的时候 它蒸的时候比较不会扣到下面去 比较不会破掉 然后旁边包的是因为我们抓的时候 比较好抓 然后你在收尾的时候 要把它拉高一点点 它这样站得比较好看 扣着手指的巧劲 顺时中旋转就多了漂亮皱褶 三十分钟的珍惜SPA后 一打开盖子 每个小笼包可都是碰陪啊碰陪 一拨开汤汁瞬间划出 我觉得他们做得很精致 而且价格很便宜 对 那汤汁各方面肉质也都是很棒 很鲜嫩这样 尽管两家店就开在隔壁 卖的都是面点 营业时间都是24小时 但是各有各的居持着 下次来到花莲 不妨走一趟由小笼包街 去撑的公正街 匹匹一下 这两家在地的好味道